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在2014年进行的国际泳联跳水系列赛 轮冬战男子十米跳台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就是我国的杨健 杨健1994年出生于四川省 杨健曾获得2013年跳水加拿大战单人十米跳台冠军 和2017年国际泳联跳水大奖赛男子十米跳台冠军等 本场比赛也是杨健的成名之战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杨健在本次比赛中的最后一跳 杨健最后一跳选用难度系数4.1的109B向前方腾四周半躯体 而突破4.0的难度系数也是我国选手此前在国际大赛中很少见的 可见这个动作有多难完成 只见杨健冲了出去在空中动作完美 露水更是完美 这一跳杨健完美完成 这一跳直接让现场观众们都沸腾了 并且竖起了大拇指 现场观众直接举起了满分十分的牌子 结果这一跳杨健得到了123分的满分 其中7位裁判有5位裁判打出了满分十分 连老外都看记录了 主动过来和杨健握手祝贺 最终杨健以主分616.50分无悬念融化 杨健也以每跳近103分的高峰创造了该项目的历史最高峰 杨健也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